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 我是艾伦 那么今天我们节目我们要讲一讲过两天的NFL选秀 这个过两天的2021年的NFL选秀 被很多人认为是近年来最精彩的NFL选秀 那么这个NFL选秀的精彩程度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为今年四分位人才的涌现 那么今年第一轮就要有五位舰对基石型的四分位被选中 四分位这个位置上因为新自贸的原因 如果你有一位新秀合同的超级优秀的四分位的话 会对你球队近两三年的成绩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所以在选新秀四分位这个位置上大家都是非常看重的 那么从2010年之后除了Patrick Mahomes在场上拿下超级版之后 没有任何一位第一轮选到四分位拿下超级版 当然Carson Wentz和Galbert老鹰队和海盗队拿下超级版的这两个赛季 他们两个是替补 那么第一轮的天才四分位相对来讲还是非常少见的了 那么今年就会有五位相当优秀 甚至是十几年的余见的天才进入到联盟 那么像什么青春有你像什么创造营 这才是真正的养成系节目 从今年开始你跟上一位小妖 跟随她的职业生涯一直走下去 你可以拍着胸脯的说 我在选秀前就认定你了 我们今天我们再讲一讲这五位非常有名的选秀四分位奇才 那么第一位就是鼎鼎大名的Trevor Lawrence 那么Trevor Lawrence实际上在高中年代的时候 他就是美国高中最强的四分位 他当时在高中进入大学的时候背负着相当大的期待 但是他在大学的表现的话完完全全的是让大家对他的期待更加的高了 因为他在大学的表现是现象级的 三年的扔球码数全部在3000 同时单季的超级数是在67的数量左右 同时他带领着他的大学Clemson在三年当中只输过两场比赛 并且在大一赛季的时候就战胜过不可一世的阿拉巴马大学 所以说对于很多球探Trevor Lawrence的第一个优势就是大场面球员 就是他真真正正的经历过大场面 而且他真真正正经历过全国给他带来的压力 就是因为他从高中到大学的时候就是全国非常著名的四分位天才 那么他第二个优势 他是在今年的这五位天才四分位当中 他是身高最高手臂最强的一位四分位 他又有着非常良好的灵动性 可以看到他每一年的Rushing几乎也是在300 400到500这个区间之内 他也是被传说自Andrew Luck自Patterman之后最好的四分位 他从技术方面和成绩方面真的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缺点 可能有些诟病他的扔球方式并不是传统意义上非常教科书般的 那么最近媒体对他的一个很大质疑 就是他的motivation就是他的动力 那么因为在上周和体育画报的采访当中 他说他没有什么想要拿到超级版的压力 他没有什么想要跟世界争第一的压力 加上他最近刚刚结了婚 那么在很多评论的眼里 他是不是一个以家庭为主 橄榄球为辅的一样的这么一个人 他有没有这种动力去来成为世界最强的 那么媒体多多少少开始对他有那么一丝丝一小小的质疑 那么无论如何他目前是铁定的第一轮会被选中 就是第一轮会被Jacksonville Jaguar选中 同时Jacksonville Jaguar实际上也是在他整个生长环境的范围之内的 从小生长在Georgia 然后之后大学是在South Carolina 包括Jacksonville 实际上都是美国东南部的区域 又同时有一个非常年轻的跑位助阵 那么相信他们两个之间的双人组合在下一个赛季是我们大家非常需要重视的一队组合 那么下一位新秀四分位 虽然在大学赛季之后 他并非是公认的第二位 除了Trevor Lawrence以外的第二位四分位 那么在经过包括Pro Day 在经过各个球探 在经过各方的经查之后 这个BYU出来的四分位 Jack Wilson是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第二位会被选中的四分位 那么Jack Wilson为什么这么强 为什么这么受人关注呢 那么他的优点就是一点他非常的像马霍姆斯和阿隆罗杰斯 他们的相似呢 我们就要说他的第一点就是他超级快的出手速度 他的出手速度在五位四分位当中是出手速度最快的 他有非常多样的扔球方式和非常好的跑出口袋的方式 那么再加上他又经常会戴一个发带 大家总在他的身上能看到马赫姆斯的影子 再加上他大学的成绩的确是非常的强 第一年1500码第二年2000多码第三年3000多码逐年增加 那么在美国媒体当中包括预测能力非常强 就是之前大家都不看好了马尔杰克森的时候 他看好了马尔杰克森 大家都不看好Patrick Mahomes 是最强的四分位的那一届的时候 他看好了Patrick Mahomes 那么这个美国很有名著名记者 这个Chris Simm 他今年就认为Zuck Wilson比Trevor Lawrence 甚至会成为未来更好的四分位 Zuck Wilson有什么明显的弱点呢 那他第一个明显的弱点当然就是个子的问题 他这个跟马霍姆斯和阿龙罗杰斯刚基础联盟的时候有类似的诟病啊 第二点会被大家质疑的 就是他在大三打的最漂亮的那个赛季啊 实际上他的对手实际上没有那么那么的强 但是以目前的这个节奏来看呢 那他现在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第二位被选中的球员啊 那那么他很大可能就要去纽约喷气机队了 那么到了第三位的时候呢 那么大家就开始觉得这个选秀最有趣的地方就要开始 那么49人其实一开始并不是第三位选秀 他是交换了之后两年的首轮圈位啊 才拿到了这个第三位 那他一定是要在这五位四分位当中选到一位 非常有名的四分位来代替啊这个Jimmy G 那么当然了Zack Wilson和Trevor Lawrence 几乎是铁定的前两位被选中的四分位 那么剩下的三位四分位当中 49人会选哪一位四分位 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借着这个机会啊 也给大家来讲一讲这剩下的三位四分位 那么第一位啊我们就要说到的这个Mike Jones Mike Jones啊也就是在B站都有账号的这个满客 这个Mike Jones其实并非是在选秀前非常被大家重视的一位球员啊 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啊 就是他的机动性和身体素质非常的差 同时呢阿拉巴马的四分位总会被人诟病呢 就是因为阿拉巴马整个的系统实在是太过强大了 就是包括他的进攻线 所以呢不管阿拉巴马的四分位打得有多好 大家总会怀疑是不是因为系统和是不是因为他周围的队友给他的支持 已经变得这么好 如果他没有那么好的支持在NFL当中 他还能打出这样的水平来吗 那么说了Mike Jones的缺点啊 那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优点 他大四成绩相当的优秀啊 在大三这个赛季 Trevor Lawrence啊和Zak Wilson啊 他们都扔出了3000多码 Mike Jones在大三这个赛季扔出了4500码 这个数字啊相当的惊人 那么另外很多球团开始吹Mike Jones的另外一个点啊 就是因为他跟Tom Brady非常的相似啊 说白了就是他身体素质不好 但是他的decision making 包括他的决定球的能力 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再讲下一位 Trey Lance 这个Trey Lance实际上是 今年选择当中最神秘的一个四分位 因为他实际上只打了一个赛季啊 因为他大一没有打 大三只打了一场 大二的那个赛季 是他唯一一个可靠数据的一个赛季 他大二扔出了2700多码 同时Rushing了1100码 他的Rushing能力和他的机动能力 是在五个四分位当中是最强的 他同时呢 他有着六尺四的身材 那么Trey Lance就是一个典型的 在选秀当中呢 就是他要么就是超级水货 要么就是超级天才 因为他的可靠数据实在是太神秘了 说白了你就是在开个盲盒 就是在冒个风险 他可好也可坏 第五位四分位 我们就要讲到Justin Fields Justin Fields在大学赛季结束之后啊 他是被誉为除了Trevor Lawrence以外 公认的第二位选秀 为什么他在这几个月当中就从第二位四分位被调到了 甚至是在第四第五位的四分位呢 他大二的表现是可以跟Trevor Lawrence媲美的 他跟Trevor Lawrence成长的地方啊 仅仅差了30公里 所以两个人是在同一个区域长大起来的 从小到大 从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被两个拿来比较 而且Justin Fields也有代表 这个Oial State拿下六个touchdown 打败了Trevor Lawrence带领的Klemmensen 而且Justin Fields的模板啊 就是Josh Allen 包括Lamar Jackson这类型的球员 就是他有非常好的机动力 同时有非常好的扔球能力 他的滑落啊 也是被很多记者不解啊 为什么他会滑落到现在这个水平呢 是不是大家对他的扔球能力有所怀疑呢 那么Justin Fields还有一点被人诟病了 就是他从大二和大三的时候的技术表现的下滑 因为他大二的时候3000多码的扔球码数 到大三的时候仅仅有2200码 那这个49人究竟会选他们三个人当中的哪一个呢 现在媒体当中啊 公认都称他会选Mike Jones和Treilance其中的一位 其中呢Mike Jones的几率会比较大 但是我个人就不理解了 为什么要花这么大的精力拿到第三位去来选Mike Jones呢 他大可以拿到第六位第七位 在这个位数当中呢 也是很有可能会选到Mike Jones的 因为毕竟这个前十位的球队 不是每个球队都需要四分位啊 Treilance这种盲盒型球员啊 那么风险相当大 49人的这个阵容说白了 已经到了夺冠阵容的这个级别了 他现在恰恰就需要一位非常优秀的四分位带队 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为什么要冒险去选一位Treilance呢 那Treilance这种球员非常适合一个需要重建的球队 冒险一把啊 那么我是不会觉得49人真的会选Treilance 那么就说到了Justin Fields 媒体都认为会选Mike Jones啊 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49人努力达到第三位啊 他们应该是要选Justin Fields 因为的确是Treilance和Mike Jones这两个人啊 都有他明显的弱势啊 但是Justin Fields的弱势 其实并没有非常的明显 当然49人的教练啊 他是一个很系统性的教练啊 所以你也不得不排除他的可能 就是他看到了Mike Jones这样的球员啊 觉得非常符合他的系统 那么第三位之后 不管是Mike Jones被选到 不管是Fields被选到 或者是Lance被选到 那么剩下两位四分位会去哪两支球队呢 所有西英格拉国者的球迷啊 就要重视起来了 因为西英格拉国者和孟加拉虎 是剩下排名前15球队当中 唯一两个非常需要四分位的球队啊 那么我认为谁的发展前景最好呢 那么我个人的意见啊 就是谁去了49人 谁的发展前景就最好 因为49人的这个进攻体系 已经相当的成熟了 同时呢49人的这个组织呢 又是一个常年非常良好的一个组织 就是比起这个抨气机啊 比起这个Jackson Jaguar 所以我个人认为 谁如果能去到49人 谁就将成为未来最好的四分位之一 那么当然了 今年的选秀啊 也是大家上车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选中一个自己未来心仪的小妖 跟随他的一个整个的职业生涯 好的 谢谢大家关注我们的事情 大家也要关注最后的选秀结果啊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好的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